大家早上好 今天眼睛还是有一点点的肿 但是相比昨天好多了 一天比一天好 然后昨天晚上发完视频之后 我是后面发的视频 之前那一段时间我已经睡觉了 困得不得了 然后让我规律 他人去把锅碗什么给洗掉的 我说我一点 吃饭的时候就有点困 然后我就躺着沙发上睡了 睡的时候我还冒了一点汗 但我闺女昨天也太辛苦她了 昨天他们学校上课 因为地铁罢工 罢工之后 坐车子费的时间比较多 我昨天下班到家的时候 买完菜回来 我闺女才回来 淋着个雨 她也没带雨伞 淋着个雨 她说我怎么感觉 我都变成阿拉伯人 她把围巾围在头上 因为防止雨 把头发都湿了 然后她就说 哎呀好在雨不是挺大的 她一路跑回来了 累的 然后今天早上人家又去上课去了 哎呀反正挺累挺的 因为就是因为这个公共交通 不准时导致了很多 很多的就是人啊去上班都不相信了 因为你要是去公司上班 公司里谁让你整天迟到 你所有的上班时间 你都要安排在这个公共交通上面去 你的命运就安排在那里了 要么你早去 早去的话 有的时候像昨天罢工了 罢工之后 这个还是单单的一个罢工了 有的时候是所有的这些公共交通全部罢工了 直接瘫痪的 是很恐怖 好了我再烧开水 准备要去上班了 明天我们要到婆婆家去 那天我在医院打针的时候 旁边有一个土耳其的老头 他就一直在那咳嗽 大家早上好 今天眼睛还是有一点点的肿啊 但是比相比昨天好多了 一天比一天好 然后呢 昨天晚上就是发完视频之后啊 就是我是后面发的视频 我之前那一段时间 我已经睡觉了 困得不得了 然后我让我闺女啊 他人去把那个锅碗啊 什么给洗掉的 我说我一点 就是吃饭的时候就有点困 然后我就躺着沙发上睡了 睡的时候我还冒了一点汗 但我闺女昨天也太辛苦她了 昨天他们学校上课 因为就是地铁罢工 罢工之后呢 就是坐车子费的时间比较多 我昨天下班到家的时候 我就是买完菜回来 我闺女才回来 拧着个雨 她也没带雨伞 拧着个雨 她说我怎么感觉我都变成阿拉伯人呢 她把那个围巾啊围在头上 因为防止雨嘛 把头发都湿了 然后呢她就说哎呦好在那个雨不是挺大的 她一路跑回来了累的 然后今天早上人家又去上课去了 哎呦反正挺累挺的 因为就是因为这个公共交通啊不准时导致了很多很多的就是人啊去上班都不相信了 因为你要是去公司上班公司里谁让你整天迟到 你所有的上班时间你都要安排在这个公共交通上面去 你的命运就安排在那里了 要么你早去早去的话有的时候像昨天罢工了 罢工之后这个还是单单的一个罢工了 有的时候是所有的这些公共交通全部罢工啊 直接瘫痪的 是很恐怖 好了我再烧开水准备要去上班了 明天我们要到婆婆家去 那天我在医院打针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土耳其的老头 他就一直在那咳嗽 我坐在旁边的那土耳其的老头一直在咳嗽 我们那个不是一个病就是病房隔开来的 他就是一个遮瓶的那个东西 啊就是他一直在咳 然后呢他说医生就问他说你咳得这么厉害肺骨肯定难受嘛 然后就问你家里头有没有谁感冒 他说我老婆重感冒 然后呢就特别严重 严重了之后呢然后就说我们要给你做一个测试 是不是新冠测试结果有新冠 他说你回家再测怎么怎么的就在我隔壁 哎呦今天嗓子就有点难受 我希望不要吃新冠 新冠虽然不可怕 但是这个病你要得上了之后 你这个过程很痛苦啊 我不害怕这个新冠怎么怎么的 但是就像人家说感冒 为什么有的人感冒 你同样的感冒在你身上就亲了 在别人身上人家就生不如死 有的是鼻子堵住了 有的是一直咳嗽 那个难受 遭罪的呀 好了 我要去上班 同志们 我到家了 今天下班也挺早的 我要再喝这个 喝这个柠檬补维生素的 我这个疫苗打的我真的是后悔死我了 今天嗓子疼 我估计 你会被人家传染了 传染了 传染了 优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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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赶紧使劲的喝这个维生素是一样 多喝一点 多喝一点的话才能少一点 现在是准备做晚饭了 这是我昨天买的羊排 早上给它煎一煎 羊排我喜欢先用刀背给它 多喝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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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面子 在表面里面中 把所有的都给它 敲上 敲碎 就是用刀背 刚才已经抹了色拉油 然后呢 还有盐 黑胡椒 现在放的是自然粉 是锅里买的 给它弄一点 现在差不多 放在锅里头煎一煎就好了 很简单 这个肉为什么要敲 就是让肉更嫩一点 就像刀背敲一敲 人家有那种专门炸的那种肉的 那个东西 有像钉子一样的 郑重的那个东西 省人买了 刀背也一样 不过外国人 德国人家里的刀背肯定不行 我们这个刀大 宜家买的 大火 这里头就不用放油了 因为这里头已经有油了 为什么 我要放油呢 那是因为就是让肉更嫩一点 有的人会说 哎呀 这个羊排已经够肥的了 你还放油 就身体不健康 哎呀 也不是天天吃 我我也吃一次 我也没有从书上学 我就是大概挺感觉走的 做菜这个东西真的是要有感觉 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当厨师的 但是说做 经验会越来越多 一共是七根 现在两边都像这样子的时候 盖上锅盖 因为你表面已经就是煎熟了 但里面它还是生的 我们家要吃熟一点的 因为是羊肉 我姑娘不吃生的 哇 可以出锅了 放在烤箱里头 烤箱预热 吃晚饭咯 看这里羊排 我老公还藏了一个呢 哎呀 童子们 我又过敏了 为什么一到晚上就就养呢 就养死我了 你看我老公 我说这个是大酱 就是豆瓣酱 他拿大瓣酱拌了一下 要吃香菜 但葱他不能生吃 他吃了之后会渴 这个是个中国人 不是德国人 你不是德国人 我是中国人 对 他把这个肉切了 放在这里头一起拌着吃了 蘸姜菜 我的最爱 一共七个羊排的 我闺女就吃了两小口 然后就不吃了 看 有点慢 他喜欢吃大酱的人 豆瓣酱 不过豆瓣酱的确很香 德国人口味又重 我说肯定要的 他喜欢吃香菜 但是他只是吃叶子 他不吃那个根 那个筋都给我吃了 看这是谁 就是福导味 福导味 我闺女是她的按摩技师 六号技师 慢慢按你吧 我还继续吃我的这个提拉米酥呢 昨天买了两块提拉米酥 昨天我闺女炫了一个 然后我吃了一个这个白色的 就是太腻人 然后我老公和我今天这一块就分这么点 白色是你 这个真好吃 明天我们到婆婆家去了 祝大家周末愉快 哦呦哦呦哦呦 小宝宝 来跟叔叔阿姨们说再见 哎呦他可喜欢被揉的呢 哎呦趴在这儿 好祝大家晚安 周末愉快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